我們講233年台積電在這裡 它今天創新高了 所以大阪也創新高 那接下來要注意一點 載機指數 如果實施的話 那所以台積電可能會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動乾坤 我是節目主持人嬌榮 今天台北股市創新高了 指數最高來到了21308點 在這幾天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那投資人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應該在利用創新高的過程裡頭 該做一些條件 譬如說已經賺到的錢 那你手中的股票已經有賺錢的 要不要先出一趟 還有呢 如果這個時候要進場的話 需要找到什麼樣子的股票來進場 我們會請到專家來替大家做分析 那麼在請專家出場之前 要提醒大家 可以加入我們的資訊欄連結 還有掃描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匿名社群 方便大家可以在社群裡頭 詢問相關的個股 我們會在節目裡頭替大家做分析了 好的 介紹今天特別來賓是 陳通頭部吳帆分析師 吳帆老師你好 大家好 好像每一次吳帆老師來的時候 都有好消息 今天台北股市創新高 我們的布景因為您來了 創新高了 我們給大家一個全新的布景 那接下來就要請你聽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布景可以用到什麼時候 讓我的問題連結是 這一個多頭的格局 為什麼 那在下個禮拜 你怎麼看 接下來的盤你怎麼看 那今天當然台北股市 還是是由這個電子 以及貨櫃族群放下的這個新高對不對 你怎麼解讀這個現象 我覺得這個大盤 我們最主要是抓到一個趨勢方向 那事實上很多投資人在這一段 都沒賺到錢 因為沒有買到主流 對 就有一點垂心肝了 對 因為貨櫃股跟你沒有關係的話 你可能就沒賺到 甚至還虧錢 大盤漲到這裡 那我們可以像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打1519華城 華城 是掉下來的 哎呦 哎呦 華城反而是掉下來的 掉下來的 可是大盤是上去的 那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從這一張圖 它一路漲漲三個月 它已經反應過 對 那所以這個地方最主要是 你不能追 那不只華城 1503四電眼一樣 一個盤頭 但是在這個位置 你打2603 它是上去的嘛 所以你是告訴我們現在 這個 剛才講到的兩檔股票是重電族群 對 那在現在這個階段有獲利的話 應該可以稍微先出場了 重電沒有獲利 他們已經漲了 低檔買的 低檔買的 對 我是覺得應該可以出場了 那長榮跟貨櫃 為什麼這裡會漲 因為它三個月也沒漲 它一直在低檔 這4月累累我們回到大盤 那如果在這裡 你買這一段時間沒有漲的股票 對 就上去了嘛 那所以操作上最主要是 這地方擺花齊放 所有類股都往上走 包括我們剛剛講重電類股 連金融股也往上走 包括觀光旅遊 那剛剛講貨櫃 那重點是什麼 擺花齊放嘛 重點是不要追漲嘛 那追漲的話呢 就可能這一段這一個月 都沒賺到錢了 所以您的建議是 漲過的先休息了 我們去如果現在要介入的話 對 現在應該回過頭來 找那個輪漲的 比較慢的範圍 對 我再舉個例子 慢的股票 才有機會再往上 這裡一路往上走 有什麼股票 它是在低檔的 比如說 我們講3661四星 這裡 就大盤上去了嘛 對 可是一般投資人 看到你這個現行 你知道我們的毛病 就是看到這樣子的圖 對 我們不敢 那我現在意思不是說 四星這種IP股 這裡它不會跌 而是相對的 這裡比較安全嘛 它已經連續一路下來了嘛 那你看最近就沒有跌了 對 它必須要有一個 止跌訊號出來 對 那這裡如果慢慢的 測試兩次 足底就完成了嘛 那今天來講有一些利多 報紙上有一些利多 包括它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包括 包括像美國的一些大公司 有投入 有參與 那那個私募基金 大概是平均的 價錢是2382 我記得是2382 那所以2500這裡 大概就不容易跌破 那最主要是因為它中錯嘛 它已經整理過一段時間 那這種類型的股票不只它嘛 你像6643 M31也是嘛 對不對 你像3035 對 也是嘛 哇 好慘啊 我看它我覺得好慘 對 我意思不是說它一定會漲 而是相對的 它是比較安全的 那你如果老是追漲 你像用回到剛剛1519 對不對 那大漲的話 你相對風險就比較高 對 所以這一個地方回到大盤 大盤創新高嘛 那你就找什麼 找這一段時間 沒有漲的股票 但是整個格局來看起來的話 您覺得這一波的漲勢 會到你們判斷 會有多好的景象 目前來講 好像今天5月15 今天剛剛好5月15 那季報今天最後一天 那季報通常來講 它是三月結束以後 它一個半月 公司一定要公告 它季報剛好是5月15 就是今天 那明天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些報紙 或者是網路上新聞 它就可以把上市 貴所有公司季報 都公佈出來 那事實上季報來講 最近我們台灣股市 確實賺很多 是 是有基本面在做支撐 但是什麼時候會拉回 那你要看它有沒有衰退 還有看美國股市 那你看美國股市 那斯大今天也創新高 那國際股市都是連動的 所以我說不要預設立場 那在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這裡是一個轉折 因為這裡是季線 那所以目前趨勢是向上的 但是類股它是輪動的 我們剛剛有看到基電貨櫃 包括金融對不對 都是輪漲 類股輪漲 那所有股票百花齊放 但是就是低滿 不要追 整個趨勢還是向上 不要預設立場 我覺得上一次 吳凡老師來到節目當中的話 一直跟我們強調這一點 不要自我劃線 趨勢向上 類股輪動 對 你就找那個 如果你希望做得比較安全的話 對 你不要去追 已經漲多的股票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問 吳凡老師 那哪一些漲多的股票 舉一些例子好了 應該先 大家先要落貸為安 如果有賺的 可以落貸為安 如果沒有賺的 你在這個時候先不要追 哪一些股票 對 漲多的股票不要追 那當然你要去配合一些 像 最近公布的季報 然後包括 最近也公布上個月的月報表 看它基本面 有沒有符合 它的一個價位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 不是啦 往上漲 賺錢的其實都可以賣 有賺錢的都可以賣 都可以賣 難怪 賺錢沒有問題 難怪今天的成交量 有一點大 4800億元 可能大家也有這個想法了 既然創新高了 我們先把資金先抽回來一下 然後再看下一波的佈局 對啊 你看這一個月 連續漲一個月 對 這個地方就剛好4月19 我記得很清楚 這一天大盤跌700多點 那盤中最低跌了1000點 嚇死人 那就是大家最恐慌的時候 奇怪就是最低點出現 對 但是不要再來一次 那創新高以後 大家目前來講 比較樂觀了對不對 對 所以可能會稍微拉回 那創新高拉回很正常 那拉回資深 可以看這個地方 這裡如果是一個小頭尖底的話 這一個位置 這位大概是 兩萬零五百左右 兩萬零五百左右 但是大盤跟個股又不一樣了 那如果買個股的話 重點就是 買這幾個月沒有漲的股票 那公文明確地說 在哪個族群裡頭 這幾個月呢 漲得比較慢 沒有漲的 我剛剛講的 有講到IP股像4星 那你也可以看看那個 2356 銀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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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這個也可以 它再拉回的話 你就注意大概這個位置 這位大概5354 那總之就是不要追 不要追你就不容易賠錢 對 那類似這種有體質的股票 就是這樣一檔一檔去操作 那往上追的話就比較麻煩 業績再怎麼好的股票呢 你追上都很容易套牢 現在給大家的建議 就是已經漲上來的 不要去追它 不要追 可是我剛才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前 舉個例子 譬如說台積電這樣的股票 我500塊不敢追 600塊不敢追 700塊不敢追 那也有比較勇敢的投資人 他有去追真的有賺到錢 對不對 你怎麼建議這樣的投資人 台積電這一檔股票 應該是這樣講 它富國神山 台積電如果往上漲 大盤就創新高了 對 我們講233年台一年在這裡 它今天創新高了 所以大盤也創新高 那所以操作像這種股票來講 它是一路往上走的 那一路往上走的話 像這一種很適合那種長期投資的 中長期投資的操作 那這是一檔 大盤的一個最大的成分股 對 那接下來要注意一點 載機指數 如果實施的話 美國的外資就不能買台積電 那所以台積電可能會 漲幅就不會這麼大 但是基本上我們在操作 都會操作個股 對 那大盤就看一個方向 那方向最重要我們看季線 季線向上的話就不要太偏空 好的 老師提供的這個技術面來看 是看季線 對 好 季線向上的話 你的手中的股票可以偏多來操作 我們回到大盤 我稍微補充一下 這兩次季線 這是一月份 大家記不記得一月份 一月份就是中頭循環 不是有重挫嗎 對 很恐慌 那這個地方就是季線 那目前來講 上個月跌 這個地方也是季線 也是跌到季線 所以季線是一條生命線 那季線沒有跌破之前 都偏偷他做 用恐慌 對了 好 這邊提供給大家方向 以季線為準 季線來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回答這個 在我們社群裡頭提到的 問出問題的粉絲朋友們 他們關心的股票 他們手中的股票 好 第一檔寶瑞8093 寶瑞請吳凡幫我們 分析師幫我們做一個分析 這檔股票它 我查過它的 它的EPS是虧損的 那我們把它稍微拉長一點 拉長一點 虧損的公司它這裡足底 那虧損的公司來講 你就區間操作 那這個地方大概20 20 那這個地方15塊 那我認為20塊這裡 如果你做多 這裡可以賣 那這個地方往上不要追 因為它是一檔虧損的公司 目前還沒有在業績 有很明顯的去支撐它 對 虧損的公司 我們就區間操作 好 大概在20塊到15塊之間 那除非它有這個很明顯的業績公佈 業績不錯的表現的話 我們再另做打算了 對 好 那下一檔呢 一陽 6569的一陽 這一檔老師怎麼看 一陽這一檔它是賺錢的公司 但是它是衰退的 賺錢但是衰退 那所以操作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去年賺7.65 第一季只有賺1.52 賺的比較少 衰退的公司 但是是獲利的公司 那這檔股票我們回到K線 你要找壓力點在哪裡 那這個地方是比較有壓力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大概是119 119 那賺錢的公司往下 往下的話就不要賣 那往上就獲利了結這樣子 那股票很多 不要老是去追漲 那賺錢就可以賣了 只要你手中現在這檔股票有獲利的話 是可以先獲利了結的 好 那麼下面一檔台塑1301 台塑 最近塑膠類股有點委屈 台塑這一檔最近台塑四寶都表現不理想 對 而且價錢都 就沒有像電子股一樣這樣活蹦亂跳 因為虧錢 因為不是虧錢 因為賺的很少 賺我們看一下它的EPS 它去年一年才賺1塊1塊 第一季賺0.03 那我們對它不應該有期待嗎 你看它都沒有像其他的族群一樣這樣 我是覺得這種股票操作上 一塊錢的股票我們回到K線 它這裡足底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它沒有上漲的動力 對 因為虧損 沒有上漲的動力 那這種股票我會覺得 換股操作會比較好 就現在看不到它 就一灘死水 它的力量 一灘死水 那這種股票不一定會破底 但是要漲的話 力道可能比較難一點 因為法人如果不買的話 你看法人一直在賣 一直在賣 那它之前因為是高股息的股票 對 它去年股息4塊6 我們覺得4塊6 所以如果要賺股息的話 也沒問題 如果你要賺股息 沒有 它去年 它現在只賺1塊 它沒有錢來配息 所以法人一直賣鈔 那所以我說它漲不上去 因為法人正在賣方 那你說要破底也不會 那所以我說建議換股操作 好 那建議台塑這檔股票 目前是看不到 有什麼樣成長的動力 那我順便講一下 台塑 南亞其實都是同一掛 都一樣 對 塑化股 都是有這種情況 另外最後一檔橘子 6180的橘子 橘子這一檔就比較活潑一點 然後它是賺錢 也是成長的股票 所以操作上 我們來看一下簡單 這去年賺3.28 那第一季就賺2塊3 那代表什麼 成長 對 那成長的公司 我們回到這裡來 成長的公司 我們剛剛第一段有講 成長的公司 如果股價2、3個月沒有漲 就可以低買 你看它整理這麼久 成長這些就往上走 對 往上走一樣 大漲的時候也不要追 你看一追 這個倉庫一追就掉下來 我懂了 老師你的意思就是說 雖然有些公司沒有漲 但是還要再深入的去看 有沒有業績在支撐 對 如果有成長 你才可以去買 剛才講到的塑化肋股 它是沒有業績支撐的話 那你就先不要往那個方向去 對 雖然它躺平在那裡 一直沒有漲 但是漲不上去 好 感謝吳凡老師 給我們這個禮拜的股市 提供了一個方向 也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不要忘了我們節目 每個禮拜四晚上8點鐘 在YouTube頻道首播 歡迎大家給我們多加的留言 或是加入我們的匿名社群 詢問相關個股的問題了 我們下個禮拜四再見 拜拜 剛才記得了 我要看更小看 що有的話 的話 你下一程 融龍 我們na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